欢迎收看关键的时刻 我们知道三中全会对中国来讲至关重要 因为从这个邓小平时代里面 改革开放这样的一个讯息 就是在三中全会里面提出 三中全会决定了中国未来五年计划 五年经济计划到底要往哪个方向 到底重点是什么 可是今年三中全会非常诡异 今年三中全会开会的时候 竟然只有一个字卡 只有央视的这个字卡是 2024年7月15号在京开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那你想说开幕的时候 因为没有结论还没有内容 你不出来那还有情有可原 今天都已经闭幕了 闭幕总要有一个方向 总要有一个说法 总要告诉中国人民 未来五年的方向究竟是什么 就没有想到没有任何的说明 没有任何的会议章程 没有任何的内容 只有一个新华社授权发布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就这样子 而且你仔细去爬梳 里面的内容 没有任何新的资料 没有任何未来发展 所以这么诡异的气氛 开始有很多的流言蜚语在传说 另外就是 难道现在中美的对抗 我们看到了 现在川普的声势已经起来了 川普不但声势起来 现在拜登民主党阵营 对中国也完全没有松手 面对这样的一个诡调的状况 中国难道束手无策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外面的大方 首领的财经专家 黄泽宋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一位是 赤森美田赵雨萱 大家好 第三位是 赤森美田杨慧珍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赤森美田李玉峰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赤森的政治记者 山口之 大家好 好 走 这个真的太诡异了 我们之前就已经注意到了 三中全会 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何等大事 过去都要讲 它是一个灌溉云集 中国最有重要的经济方面的专家 全部要在这边汇集一堂 汇集一堂 要对中国未来的五年计划 提出一个改革方针 现在传出 长安大街竟然封硕 然后呢 开场就是一个 二十届开幕了 没了 然后呢 结束闭幕 就像没了 老杰 目前为止中国弥漫一股 非常诡异的气氛 为什么非常诡异的气氛 宝贼 我跟你讲 三中全会真的有召开吗 你说到底有没有开都不知道 对 那好 现在流言四起 为什么 因为这几天的北京里面是 肃杀气氛 有这么严重吗 长安大街上面来说 你看已经有封锁了这个 很多传言出来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网路上现在很多人传言是什么 现在中国大会 你讲到中风两个字 宝贼你知道吗 中风两个字 现在微博上面来说 有被禁止搜索过 不可别禁止 那为什么中风不能够 所以我刚刚开这个画面 对 是长安大街 长安大街已经三部一纲 五部以上了 对 让人家闻到不一样的气氛 三中全会有没有开不知道 然后整个长安大街上面来说 肃杀气氛这样 然后网路上 中风两个字不能坦 所以有人联想到说 难道是习近平出了什么问题吗 对 而且你知道 全世界其实最关心中国的话 他们会反而会关心三中全会 因为三中全会是中国彻彻底底 未来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走向 对 1978年的三中全会 邓小平拍板了改革开放 然后仅仅现在 1993年的这个三中全会 邓小平再度拍板 因为那时候是这个六四事件之后 拍板之后继续改革开放 2013年这一次的这个三中全会 习近平拍板了什么 开放二海 所以这都是非常重要时刻 结果在这个重要时刻里面 有没有开 就是这样子 一个在京召开 然后闭幕式就这个样子 然后说什么具体的决策 我们就过几天会公布 你到底有没有开 大家真的完全不知道 而且刚刚讲到的 现在全世界都注意到 连香港理工大学的 这个教授钟建华都说 他说他天天看国内的消息 是 他说竟然国内的传媒 很少报道三中全会的一个讨论 他说以前不是这个样子 对 在过去又怎样 会释放消息 我们经济目前怎么样 然后怎么探讨 大家会互相讨论 今年完全没有 所以大家起人一斗 好 这样我们刚才不是讲吗 长安大街这个很紧张吗 长安大街就是这一条 这边是人民大会堂 他们开闭幕都在这边举行 然后他们真正开会的时间点 是在京西宾馆 所以这整条长安大街上面来说话 都是非常肃杀的这个气氛 所以说长安大街 它是贯通了京西宾馆 跟人民大会堂 这么重要的一条大路 现在刚刚讲 三不一港 五不一哨 对 好 那事实上 比较奇怪的是什么 因为这次的举行 是在京西宾馆 所以 保姊 你不要以为开会只有几个人 开会有七百三十多个人 然后有中央委员 还有候补委员 问题是 没有人看到这些人 怎么样都没有人看到这些人 然后你在这附近里面 你说人近人处 总要有车子吧 你只要在这附近来说话 都要干嘛 查看你 刘宝洁 你走过这个地方 你的身份证 身份证 然后你的包包在什么东西 我要把它完全收出来看 然后很多更奇怪的是什么呢 因为里面听说 你只要进到这里面去来说话 如果假设有召开 听说里面来说 官员的手机完全被没收 而且听说 你到这附近去的时候 保姊你知道 你的手机会完全没有讯号 为什么 就是有屏蔽他的这个状况 说被电子波干扰 对 而且里面来说话 你如果讲了什么 如果你真的会 真的会收到讯号的时候 你会听到 一四四有人监听你的 这个感觉 吓死人了 所以说 难道为什么要弄成这个样子呢 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要这边大肆警戒的一个状况 而且这件事 非常奇怪的是 刚刚讲的 有一篇文章 讲说习近平是一个改革者 对 这在三中全会一开始的时候 公布出来 就没想到 这篇文章很快就下架了 下架了以后 你再也搜寻不到了 对 实际上 这些是最诡异的是什么东西呢 保姊杖 在大公报的时候 或是在新华社 出现一个叫做 你看 新华社的播发特稿 这是为了13 你看 这个三中全会在京举行的 习近平工作报告 他说把它弄为改革家习近平 然后为了人民而改革 改革才有意义 然后浩浩这个 一边末一万支的这个文章 一万支 一万支 然后就说 所以把习近平定调成改革家 对 然后他说 习被认为是邓小平的 另外一个卓越改革家 就好了 这个文章 照理说是捧他 当然 就文章奇怪的是什么 保姊杖 后来你去搜索的时候 你看 这是新华网 改革家习近平 已经不见了 没了 对 然后你看 改革家习近平 在百度上面来说 只有说暂时无数据 然后已经没有文章了 怎么会这样子 完全都没有 所以我们猜抽 这个大公报当时还印了 这个稿子出来 所以告诉你什么 其实他们原本要捧 习近平 叫改革家习近平 大公报 这报纸都出了 这个新华社都出了 就没想到 突然之间 因为大公报印了 没办法退 但是新华社 还有百度 网路上完全都找不到 所以这告诉你什么 里面什么 到底是怎么样 你要把它捧的改革者 还是你要怎么样 大家完全搞不懂 这个状况 刚刚讲的 这个习近平讲的非常重要 他说要把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 在现在的经济社会 里面各个环节里面 要了解老百姓关心什么 老百姓期盼什么 老百姓 这个然后改革 就要抓到什么 这些改革要给人民群众 带来更多的获得感 保险你在定义掉 他说改革家习近平 报纸都有了 新华社都有了 一天之内就没了 没了 所以大家就说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完全都是不对的 这个讯号 而且刚刚讲的 现在中国的经济变不好了 中国不讲 你总要讨论一些经济话题 更乖的是 刚刚讲的 港媒新导网就讲了 三中全会 完全没有讨论 任何经济的议题 所以他们讲说 现在难道中国 已经进到垃圾时间了吗 好 你讲垃圾时间的 你看这个三中全会 企图这个重任经济 然后垃圾时间 结果没想到你讲这样的话 宝姐 完全都完全下架 你只要在 反而我刚才不是说吗 过去这段时间 是可以讲经济的 大家可以讲未来经济的方向 这一次你只要讲到经济 完全被风差 完全被下架 所以这个气氛 完全都是不对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知道 这个整个感觉来说的话 你就觉得 连什么都不能够讲 所以事实上 你的硕士是研究中国政策的 你是中国这个政策的硕士 你说你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状况 对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这一次 三中全会来说 不但这一次的报道 什么都没有 你看目前为止 开了什么不知道 但他讲什么 他居然做什么 1987年到2024年的 习近平的回顾 他做的是他的回顾 就是说从他1987年 开始当官开始 然后一路从河北 然后这样一个状况 你看领航的这个新征程 这样这个感觉 对 然后从这个1978年 然后到这个 这个不断的转换 到2024年 到2025年之后的这个状况 你觉得这个时候 做这个要干什么 哪有人做这种东西的 那我们现在做回顾的 对 你做这个要干什么 你看他虽然说叫做 新时代引领新时代的 这个改革开放 但是你在这个时间点 做他好像有一生回顾了 这个感觉 你到底要做什么 而且他们还做成影片 对 你看他还做这个这样子 然后领航新征程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就觉得 这个感觉有点怪怪的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一堆都是回忆 你看全部 这几天 中国完全没有这些消息 对 你看改革进镜头 上海就是一个生动的这个争议 讲到他在上海的那样子 然后他说广东的这个状况 全部都在想这些东西 对 那你到底到底是什么呀 都是一堆的回忆啊 你回忆 你要回忆什么 对 你在这个时候 我们讲 过去在台湾 我们在戒人时代的时候 感觉也是一样 你做一堆回忆的时候 就是很怪的时间点 不是刚刚讲的 我不想讲 三中全会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会议 三中全会是要放眼 未来的五年 未来的改革开放 未来五年的经济计划 要在这一次的三中全会来定调 是 你干嘛回忆过去 对 所以好 那现在大家就说 那你回忆这么多 我跟你讲 怪象在什么 第一个你速杀 这么速杀的这个长安大街 在你人在哪里 什么大家都不知道 在任何的手机都完全疯 过去都没有这个样子 保洁现在就有人开始出来讲 有人就说 可能这个 目前有几个说法 有人就说疑似 我刚才不是说吗 中国微博不能搜寻中风 有人就说 习近平疑似是可能中风了 而且是说什么呢 说他开会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有点不舒服了 然后躺下来的时候 就趴在桌上的时候 然后蔡奇就说 不能够拍照 不能拍照 开始把大家的手机 完全收起来 那当然现在 甚至还有更夸张的言论 现在在海内外 大家都在讲这样一个状况 连外国的 很多德国的大V 或是这个所谓 这个美国大V 也都开始在讲这些事 所以当然要觉得说 到底中国出了什么事 当然了 你也可以把它说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 中国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包括这几天 你看拜登跟习近平 拜登跟川普两个人 一直都对中国这样使中手 中国也不知道该怎么样 目前的这个中国经济 真的是千疮百拱 所以你要说 这个有没有开会 我觉得或许也真的是没有差了 好 宇雪 刚才讲的 中国百分就是一个神秘的国家 中国百分就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国家 你不开会 有没有了不起吗 保留我甚至现在严重怀疑 到底这个三中权威是有开没开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问吗 我们先讲1978年 之于整个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三中权威 你知道谁召开的 邓小平 邓小平你知道在1978年之后 他宣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 宣布改革开放 各位你不要以为这句话没什么 你要想想看 当时中国的处境是什么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状况下 刚还没有走出那个伤后 等于说整个国内弥漫就是这种左派氛围 就是斗生斗生斗生 但当时中国都已经我们讲了 全部大家都名不聊生了 还有办法继续斗下去吗 所以那时候邓小平当基地人说改革开放 而且第二件事情你知道什么吗 从农村走出来 我们大家共同来去推动所谓的 我们讲的 不要再用进化经济了 我们开始尊重自由市场经济 所以他是一波一波一波改革下来之后 所以你说三中权会代表中国的希望 他让中国重获新生嘛 所以为什么各位其实三中权会 他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很重要 他反而是从邓小平之后 大家才会订定一个基础说 那未来呢 因为三中权会让中国重获新生 所以我们每一年每一年都很重视 而习建平你知道他在第一人上任的时候 包括我们讲2013年 特别是2013年那次三中权会 他也做了一个大事嘛 因为那时候他们中国国内 是不是蓬勃经济发展 那他说做个计划说 好那我们不要再有一胎化政策了 因为过去是优心说人口爆炸 你说解除一胎化 是在2013年那次的三中权会 所以代表说那个时候 各位一胎化不只是一胎化 他代表着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改变 以及家务政策的改变 所以你这样系数爬出下来 为什么包括我们讲的全世界的投资人 大家每一次三中权会的时候 都会聚焦在里面 因为理由很简单 大家知道这会产生中国 接下来五年 甚至延伸到十年的大变化 为什么讲有可能到十年 虽然他三中权会五年才召开一次 但你想想看邓小平 他那一连串的改革 从1978年然后包括到 下一次的三中权会 陆陆续续 他是有延续性的 所以代表说我今天做一个定锚之后 我要知道我后来的发展是什么 但为什么我说搞不好这个会 这一次真的连开都开不知道 因为各位你仔细看看 请问一下 比如说我们讲他的闭幕会是 他闭幕会说什么 三中权会闭幕会在人会打开 首先通过决定 再通过会议公报 各项表决决定之后 习近平就再抓好精神贯彻 落实讲话 接着大陆官媒社预计在傍晚 正式宣布会议公报 那我请问一下宝典公 我念了老半天 他们到底决定什么 没有任何内容 到底开幕了什么 讨论了什么 听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对 如如听一席话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 他跟我讲说 有 秦刚辞职了 然后一堆地补委员 地补上来 共同来开会 对啊 这是人世上的安排 而且这个不用你三中权会讲 之前习近平就已经让大家知道了 而且更可怕 我看到是新华社那篇东西 我才搞清楚状况 新华社 新华社你知道他说习近平 有如邓小平的改革家 你知道犯了一个大忌 你知道什么吗 请问一下邓小平是什么 已经做谷的人了 做谷的人 我们才会套一句习近平的话嘛 我们怀念他 我们怀念他的时候 才会如同该师同哥讲什么 细数他的历史 细数他的过去 因为我有去看 那个新华社原本的报道 已经被下架报道 你知道他在讨论什么吗 说习近平16岁的时候 看到有人插队 非常的打抱不平 觉得说不可以这样 不是 我们今天在讨论到三中全会 决定中国的未来 你讲他16岁打抱不平 16岁在干嘛 你是在缅怀他嘛 所以我说这种东西 非常的怪异 而且包括我们搭配到 刚刚讲的 是不是那个陆陆续续 好几面看板 有没有都是在讲说 习近平以前怎么样 习近平过去怎样 但就是没有跟你讲未来 但三中全会是一个 在讲未来的场合 在讲未来场域 所以如果中国未来 五年没有方向 中国未来 十年没有未来 前途一片迷茫 一片黯淡 这时候不禁会 大家想说 这个三中全会 真的有开吗 习近平的状况 到底是如何 有关三中全会 其实最著名 的文章就是 美国经营奖 是 中国的三中全会 是在水深火热召开 你刚刚讲 不只是水深火热 还内外交迫 现在中国内部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贿若陌生 而且刚刚讲 充满了各种的揣测 但是对于外来讲 他非得清楚 现在拜登跟川普 两个人都是禁合 两个干嘛 都是到对中国的下手 今天我们看到了 全球的这个 今天看到台湾股市下跌 你就看到了 费成半导体下跌 感觉上以为说 那是川普接受访问 针对台湾的 台积电发表演说 不 其实关键是 关键是拜登 原来拜登已经出手了 拜登原来已经要求了 原来已经要求了 日本厂商 你不可以再卖 半导体的设备 给中国 这已经损失到了 荷兰跟日本的利益 可是拜登在所不屑 非干不可 这才是最恐怖的 对 没错 事实上对中国来讲的话 目前为止 压力更大是什么 拜登如果继续连任 或是川普上来之后 中国都没有好日子 都一样 而且是日子会 越来越糟糕 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一个所谓 联博全球的这个 总监他说什么 无论是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获胜 总是会对中国 产生负面的推动 一个是更迷目张胆 另外一个是幕后黑手 但截止股 我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 本质性一样的 就是一模一样 好 那为什么这样 保险上 像昨天晚上的美股 出现一个大跌 科技股跌了500 纳斯达克跌了500多点 大家都说 那是因为川普说了什么 要台湾 这个多加保护费 但我跟他讲 其实更早更早之前 发生了一件事 因为拜登要求说 包括艾斯摩尔 还有日本等等 日合公司 如果你继续向中国提供 先进的半导体的 这个技术化 拜登政府要考虑 最严格的贸易措施 就是用这样一件事 所以你知道 这件事其实才是真正 打击到昨天晚上 美股的重要的合级 所以他管到荷兰 管到日本了 对 好 那你知道 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到昨天晚上的时候 其实美股大跌的时候 其实由这个艾斯摩尔 先领跌 艾斯摩尔跌了11% 然后这个所谓 这个应用材料 也跌了10% 然后包括什么柯林柯蕾 一大段都跌了10% 台积电跌了8% 我们还不算跌得很重 但所有的设备股 完全都中错 甚至连什么 连日本的什么 东京威力科创 股价也是出现 大跌的这个状况 所以告诉你什么 现在拜登 他要玩得越来越硬 那前一阵子艾斯摩尔 新CEO他才刚上台 他说你这个美国 这样政策 会对我们荷兰造成影响 可是你可以看到 现在拜登继续杀 即使他选情不利 他选情现在不是很好 但是他还是照样杀 今天不是说 他可能感染了COVID-19 但是你看 他还是弄了这个出来 所以表示什么 还没有手软 对 无论我要不要就任 或是怎样 我会杀你杀到最后一天 这才是对中国压力更大 那你更不用讲川普 川普现在 你知道这几天的时候 中国的官媒 已经开始在批评什么 他的这个副总统 候选人犯思 然后说什么 他上台的时候 对我们中国 也不是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现在中国已经 大概全群上下都已经 你说不管共和党 不管民主党 中国都没有好日子 对 他们把反思说 他是比这个川普更加恐怖 更加保守 对中国更不客气 所以那是让 现在中国跟美国 真的完全不可能 回到过去的时间点 那这也是让中国 为什么那么的 他就是完全无路可走 或是没有方法可以做 所以我才说 目前为止来说 一个是中国 两个都是中国杀星 一个是明目张胆 一个是幕后会手 杀杀杀 不是只有杀到 就是幕前为止 会杀到好几年后 继续都杀下去 而且你没想到 现在 所以川普已经非常清楚了 我已经把中国 当成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敌人 现在刚刚讲的 拜登没有讲那么狠 可是拜登出手更狠 对 没错 事实上他们两个是这样子的 川普都一直讲一直讲 但是他不见得做那么多 但是拜登是一直做一直做 所以我才说 目前为止 对中国的压力 只会有争无减 不会减少的一个状况 所以会成 刚刚讲的 现在这样的压力 而且就这样 今天BOA 也就是美国之音就讲了 中国的三中全会 是在一个水深火热的状况下召开 这个水深火热 之前我们讲吧 中国现在到处闹水灾 它七大水系 全部有泛滥成灾这个状况 不然是七大水系泛滥成灾 本来他们的一个工业之双 在哪里 在深圳 老婆我们现在看到画面 深圳你居然看到什么状况 深圳居然看到很多人就躺在地上 原来这些很多的民工 民工根本已经无路可去 民工现在 居然都躺在地上了 是你知道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不是说好像是很久以前 但是到七月 他们到现在还躺在地上 为什么躺在地上 我跟你讲 事实上那边大概一个晚上 如果你找便宜一点的 20块人民币 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地方 这是深圳的街头 对 他们在龙滑火车站前面 很多就这样躺一整排 这是龙滑火车站 对 他们都躺了一整排 而且他们现在就是说 现在已经比较晚了 如果你在帮 大概5 6点 7 8点 9点 10点的时候 人更多 所以就想到说 怎么会变成这样 很简单 本来很多人 就是比较从四川哪边 过来那边找工作 找到老半天都找不到工作 所以只能怎么样 本来花20块 还可以去找一个地方 简单睡一晚 现在发现连这20块 我都不想花 因为20块 搞不好我还可以撑个两三天 最简单一件事情就是 我就睡在路偏 我就直接这样睡了 不用钱 所以你知道吗 现在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很多人 而且有时候你要去躺一个位置 还不好躺 因为位置马上都被抢走了 所以我们就讲到说 怎么会有这么多 你会看见游民的人 但是他们不是游民 他们是 他们是民工 他们是民工 特别来这边找工作 但是却没有办法找到工作的 而且他们就说 现在连临时聚所的20元 他们都不舍得花 他就说你可以想象 现在的中国经济有多差吗 那中国的那个 你光是看从那边找工作的人 找不到工作 然后睡路边之外 你就可以看到 还有另外一个数字 深圳新登记失业的人口 竟然激增了一个40% 40%是来到多少 本来从2万8左右 新登记现在已经来到了4万 都是一个新季度 就增加了大概快4万 你就会知道就说 这个失业人口增加有多少 很新人 然后就是相关的论坛 小红书 很多人在那边找工作 就说我已经9个月没有工作 我已经一年半没有工作 我已经多久没工作 大家每个人都说 你没有发现 20年来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 找一个工作有如登天之难 而且我们知道 深圳过去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地方 也是工作机会最多的地方 其实我没有想到 现在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最多的一句话 居然是深圳已经不适合打工了 对 为什么 因为他就说 你再怎么找都找不到工作 你可能唯一可以找到 就是那种临时工 临时工本来一个晚上 可能一天可能还有几十块 现在越砍越低 越砍越低 所以他们讲到说 现在真的 如果你是临时工的话 你也不要来到深圳 去哪个城市 大家碰碰机会 深圳已经不再是 以前的深圳了 那还有包括哪些呢 他们就讲到说 很多住的地方 现在一夕之间 很多人在卖房 你知道吗 这样这个女生 她就讲到说 怎么感觉上 一夜之间 整个房地产景气 真的都崩盘 她就讲说 怎么深圳大家都在卖房子 你知道吗 像现在他们就发现说 怎么一夕之间 整个深圳到处在卖房子 她说有一天 甚至一天多了30多套 现在深圳 超过10万她的二手房都在挂牌等着卖 这还不包括法拍屋 也就是说 10个深圳的地主 大概就有一个人在卖房 她说 那我就想问 这个深圳哪来了那么多房子可以卖 买房子的人要去哪里呢 她说以前卖房子 你就是找有钱人 可是我跟你讲 现在这种冤纳头 她以前一平方便 大概15万人民币买了 现在卖不到5万块好不好 那一平呢 以前大概10万了 现在呢 大概连4万都没有 已经是家常便饭 重点是你怎么卖都卖不掉 像福田区啊 巴林区啊 这些人 你光听名字名字 福田区 你就光听名字就知道有多贵 以前呢 都是什么二三十米啊 又靠着这个田运站进啊 还有一些交通资源啊 还有一些牵材的概念啊 都是非常抢手的 就现在成交价来 以前是一平方米 充到15万 现在直接膝盖架 膝盖架是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75% 就等于是打了剩4分之一啊 所以呢 他就说 本来站在高刚上的 这些地主 屋主 现在选择 反正怎么刮都刮不出去 就要怎么样 断供弃屋 我不要卖了 我直接弃屋 我不要再供 总可以吧 所以呢 光从一个房地产景气 你就知道 现在中国的经济 尤其是从深圳的这个 本来都是整个 全中国 全世界的一个工厂 现在竟然找工作如此难 连卖房子也如此难 宇雪 现在各国的领导人 看起来都有一些状况 大家也注意到了美国的拜登 拜登这些状况的 他现在话都已经讲不清楚了 行为都已经非常的迟缓了 更重要的是 他居然得到了COVID-19 那他得到了COVID-19以后 他选得下去吗 宝乐哥 现在民主党终于出现 习灯的曙光了 这句话听起来怪怪的 但真的是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你看 拜登终于给了一个台阶说 我在什么样的前提跟调查下 我愿意退学 他愿意退 大家眼睛一亮 说真的假的 拜登说对 就是这个医生 有对我说 如果你有这个那个问题 那我就会退选 坦白讲 连这句话 我听了都觉得拜登 你的神智到底有没有清醒 什么叫做有这个问题 有那个问题 总而言之 拜登说 如果我身体出状况的话 我可以考虑退选 但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因为确实 拜登身体真的出状况 各位 最近拜登的参加讲说 他得了这个COVID-19 所以大家当然很紧张 其实你看他最新一次曝光的画面 坦白讲 我看的是胆战行李 就这个照片 这个影片 对你知道这个影片是什么吗 就是说他从车子里面走出来 然后一路要步行到 他的这个我们私人飞机里面 对 结果保际跟你们主持人出来之后 开始 呃 你看连握个手 我都觉得有点害怕 为什么 就什么都很不稳嘛 然后慢慢的缓步的 慢慢的走 慢慢的走 对 最后呢 才好不容易连扶上这个阶梯啊 每一轴的每一步呢 都是他的一小步 都是人类的一大步 对 因为他都很不稳嘛 所以我看完之后 保际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我连川普中枪之后 我在看他走上OT 我都觉得川普中枪之后 那个败败败 走到车子上的画面 都比他从车子走到飞机上的画面 让我来得更安心嘛 他就这样子慢慢的走上去 对 而且他每一走一步呢 手都还要再扶一下这个阶梯 所以他们现在包括我们讲的 他们整个竞选团队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默默的在里面 凝聚的共识做什么 不可能啊 絕对不可能啊 他说获选几率 你知道是怎么样吗 0 0 绝对不可能会赢了 而且他们现在害怕 不是说拜登有没有办法赢得了 是说拜登如果再继续下去 会把我们所有整个 整个民主党的成员 所有的候选人 全部都带衰 所以现在参众两院也有要改选 那参众两院的候选人 不也就挂了吗 对 你看这个超级好笑 他说第一个 我是他团队的干部 他说他需要退选 因为他永远恢复不了了 就算他COVID一定好 他也恢复不了了 拜登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他这种迟缓 这种健忘 已经不可能恢复了 我们要接受他这个状况 甚至呢 有人这个我们讲 一个很努力让他选上的人士 坏人之就是在助选的 说参与选战的人当中 没有人认为他有出入 我觉得这句话 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一语双关 因为你如果不给拜登指示 他真的找不到出入 他会迷路啊 那最后你看 包括一个努力 选上的是说 尽管他们还没有 放弃好转的所有希望 但大家都觉得不可能了啦 甚至有人讲说 打败川普的最佳人选是什么 所以我跟各位讲 现在他们普遍都认为 确实要换灯了 虽然说川普那时候 被打到的时候 瞬间民主党鸦雀无声 让大家看着看着看拜登 尤其是COVID-19 等于是大家一个危机 就是转机嘛 所以刚才讲的 现在包括裴洛西 包括了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 苏默 包括了加州民主党的后援 谢安达 这些本来以前都挺拜登的 现在都受不了了 理论是爱在拜登的年纪 得COVID-19 大家应该是要为之紧张 结果我看到包括裴洛西 包括苏默 大家好像松了一口气 松了一口气 我都讲出来了啦 这个裴洛西说什么 是否参选 要取决于总统本人的意愿 这句话听起来没什么大不了 他说但是我们鼓励他 尽快做决定 尽快做决定 因为时间不多了 我不知道你到底来讲什么时间 这个到底是哪个时间不多 他被受爱在很尊重 人们都希望他能够做出决定 不是啊 如果没有要换的话 有什么好做决定 拼下去就好了 他如果要连任 继续做下去 就没有决定好做 他只有不做了才要做决定 这句话更狠 拜登的政治遗产 也是我们讲老外就来讲 Legacy Legacy是很重要 就你留给后世什么 不能是摧毁民主党 所以说拜登再选下去 会摧毁民主党 对然后这个苏默呢 这个是比较简单粗暴一点 就是说为了国家和民主党的利益 你要退出竞选 而包括他们讲说 因为他们的这个 我们讲全国代表大会 晚了共和党一阵子 是要晚了一个月 19号到22号 所以很显然的 是有机会可以去换的嘛 你看哦 包括他们这个终于 谢安达就出来讲 虽然退出竞选 是拜登个人的决定 但现在已经传递火炬 各位我嗅到一个味道了 陪洛西的讲法 跟这个谢安达的讲法 有没有好像如初一策一样 所以等一下 赶快做决定 他们说陪洛西 早就已经每天都看他 忙进忙出的 跟参众议员 大家互相在串联正弄什么 其实就是在酝酿一个氛围 酝酿一个台阶 希望能够让拜登下台嘛 而且这个气氛跟共和党 也差太多了吧 对那你看好 就共和党在什么 川普被打中对不对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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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党每个人都在战争 为什么 他说比如说这个海力 是想说我先说 make it clear 我把这件事情称清楚 川普获得我的强烈支持 直接表态啦 不是 而且你知道 现在共和党有一个最流行 最夯的这个装扮是什么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诱饵给包起来 对你知道为什么 宝洛哥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吗 因为他们说川普是我们 我们讲的美国的钢铁人 你说什么叫钢铁人 他说为我们挡子弹 对川普挡的不是他的肉身之躯 他是替我们的民主党子战 替我们共和党党子战 替我们所有美国人挡的子弹 所以你看他们大量的使用 当时他受到这个枪击的画面 甚至是你会不会注意到 川普那时候是不是出来 耳朵贴着一个纱布 所以你仔细看他右耳 保理哥我请问一下 他中弹的部分是哪里 右耳的上半边 你看他的纱布贴的有多大 超级大 他就是怕别人不知道说 对我就这里中弹了 然后刻意把那个纱布 贴着陡大的纱布 整个脸都快被遮住了 然后他的GISER开始 都在贴纱布了 对然后我们想看到镜头的来 马上这个我们讲 一会儿就找过来 take it here 来赶快看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共和党是一面大胜的氛围 而且不断的在稀落拜登 但对于民主党来讲 也不是没有转机 因为在最近几波 陪落 最近几波我们讲的 贺锦丽他的民调 其实不断的持续往上翻身 因为他们在酝酿说 就算可以输了拜登 但我们不能民主党 也跟着陪荡下去 换个贺锦丽 就算不是最好了 还是一个可接受的人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